穷女孩嫁入豪门七年当牛坐马毫无怨言 却被婆家近身出户赶出家门 丈夫为了逼她签字离婚 一纸诉状将她哥哥送进了大楼 恩采为了救下哥哥 最终还是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然而这天他们刚从民政局办完离婚手续 闺蜜早已提前来到这里迎接乔兵 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看着恩采 就在这时一辆轿车使来停在了恩采的面前 随后她就被带到了会长公公的办公室 公公要求恩采签下一个合约 合约内容为当恩采生下孩子后 孩子将由婆家来抚养 还说这是为了避免到时候恩采靠孩子向他们家索要钱财 然而这次谈话却引起了乔兵和爱丽的不安 他们害怕父亲把恩采叫来是为了给恩采腹中的孩子留遗产 于是等恩采和律师出来后 乔兵就询问了律师是不是关于孩子的事情 爱丽则不要脸地追上恩采 然后问恩采公公找她是不是关于遗产的事情 恩采看见爱丽那副下贱的嘴脸 为了刺激爱丽她故意顺着爱丽的话 说公公将全部遗产留给了她腹中的孩子 爱丽听完脸色大变 一副吃了十吨奥利给的样子 因为爱丽害怕恩采夺走她孩子的一切 原来在几天前 爱丽从国外将她五岁的孩子带了回来 而这个孩子正是乔兵的 五年前她去留学时就已经有了乔兵的孩子 所以她回来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为了从恩采身边夺走乔兵 她要把她的儿子送回乔兵家做长子 但是乔兵的父亲一直都没有接受爱丽和爱丽的孩子 她会直接拿走孩子面前的碗 当着众人的面谩骂小孩 说小孩不是纯种 乔兵的父亲甚至为了表明立场 他当着乔兵的面打电话给律师 表示要跳过乔兵将他的遗产全部留给恩采腹中的孩子 然而会长的这次行为将给恩采带来灭底之灾 第二天乔兵就来到恩采家 将恩采带到了医院想要让恩采去打掉腹中的孩子 可是当轮到恩采时 他当场就表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宁愿死也不可能打掉腹中的孩子 见恩采不同意 乔兵又把恩采拽出了医院 而一旁的护士看着情况不对 也着急地跟了出去 护士骑着小电驴一路跟踪到海边 这时的乔兵已经开始拉着恩采往深水处走去 护士见状急忙拿出手机将这个画面拍了下来 但是他并没有报警 拍下几张照片后他就离开了现场 而乔兵之所以把恩采带到海里 是因为恩采不惜水性 他想要用这种方式威胁恩采的 可恩采还是坚持不同意打掉孩子 几次威胁下来得到的是同一个答案 失去耐心的乔兵竟直接把恩采推进了深水区 随着大浪的不断冲击 恩采也消失在了海里 不过幸运的是 在夜晚时 恩采被海水冲到海边被人救了下来 但是当恩采醒来时 却发现医生为了救他 主动做出选择拿掉了他腹中的孩子 这样才保下了他的性命 至于恩采的家人 在得知警方在大海中发现了恩采的身份证和鞋子后 都以为他已经长眠在大海中了 恩采的母亲以为女儿是因为受到离婚的刺激 才如此想不开的 于是来到乔兵家的豪宅在这里大闹了一场 但是却被乔兵的母亲赶了出来 而这一幕被躲起来的恩采偷偷地看在眼里 更加让人气愤的是 乔兵似乎对杀害恩采的罪行丝毫没有悔 还带着私生子和爱丽一起准备去游乐场玩耍 看着他们这个样子 恩采终于下定决心准备报复这一切 他发誓一定要好好活着 把他遭受的屈辱和伤害双倍奉还